李宁下路组也是挺强的嘛 就对线打团的方面都挺强 然后还是多希望在现场能多换一下血 在场面对阿乐的话就希望他不要提别他下路 我觉得我们对我目前表现的其实只能说一般吧 然后提升的话我觉得就是把我们之间的配合啊 就是阵容理解度啊做得更好 然后应该会好很多 我觉得当前版本下路的话就需要做到 就比如说我们拿前期强射阵容 就拿到一定的对线优势 然后拿到一些打团厉害的 就一定要把打团发挥的很出色 就是你拿到什么下路的阵容 你就要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且这场比赛RNG已经摆足了架势 当我应付那我直接跟你打软幅去对Poke 是的 所以就是很多理解上来讲的话 卡尔玛在作为辅助的打牵能力是比拉克斯要强的 毕竟他虽然比拉克斯少一手 算是更稳定一点的控制吧 但毕竟他的RQ机制线上消耗是更主动的 是啊 那双方阵容敲定 一开始两边下路都出软幅 都要相互推荐的话 一开始可能更多的要受到一些打野的照顾了 是 里面都不想出现 这个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少见的啊 理论上都拿出了女警拉克斯这种阵容了 那往往的下路那就认个怂呗 这就是强强对决 对吧 比如下路就让我认个怂呗 我们主打个上中野 前期下路我们扛一扛 是吧 父亲再配合打野戏做一些击杀 但这种RNG没有像普洛啊 这种英雄 但洛这个英雄小明用的也比较少啊 可能还是想去尝试抢一下献权吧 是 这开团方面真正要在打团的时候 卡尔玛的这个RE 可以拉开凯南的大招 对 要看小明的这个释放时机 以及凯南的TP绕后的点好不好 是的 那咱们一同期待这场LNG 对阵RNG的BO3 BGM 好的 让咱们共同进入到召唤之甲骨 这场LNG和RNG 是如赛前您看到的官方整活一样 左右NG的互搏之战 就在今天 LNG此前是7-0 高居榜首是全联盟 未尝一败的唯一一支队伍 而对于他们的对手RNG今天来说 六关二的战绩依旧是非常不错 位于积分榜的第一梯队 本场BO3是由童琪同志的 和王多多为您带来的直播评说 这下路是排掉了对面一个眼 然后自己又放了一个眼 感觉这把两边对下路的兑现都非常重视 是啊 都是这种推陷的英雄 都想先抢占草丛 一开始双方 有拉克斯的这边 并没有选择一级团的入侵 因为本身两边比起来 拉克斯如果一级做入侵 然后学Q的话是有一些机会的 这把其实就这种来讲的话 NG这边会主动很多 他们基本上有一个非常好的控制链 可以配合 但RNG这个阵容其实就是比较缺乏控制链 就甚至这个阵容 他们的硬控就是盲中这一脚 就这一脚 就这一脚 标击的一个延迟性的链子 对 这个链子其实还是有被躲掉的可能 就感觉没有说 有很好的控制链可以去配合打野 是的 所以对于RNG来讲 保持一定的这个距离拉扯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或者需要有很好的装备积累 需要用硬伤害去灌死 所以这样看来卡马这个选择真的特别好 因为这个英雄就非常适合拉扯 两边打野都是上半区的开局 是要往下刷的 那说明也是从边上看出来 这把两边都非常重视自己的下落对线 是的 尤其是红色彭RNG这里 就是面对女警拉克斯 没有选择去怂一怂 然后直接选择强打线 强打线就代表着你的打野必须过来 不然的话我选出卡马去这样强选 是没有意义的 没错 一开始在中路的两边中弹的互相换血 小虎略战优势 与毛一级是学了一个W一面被卡马号 太多的血 是 女警拉克斯 是吧 什么时候这个双人组受到过这样的欺负 从来都是自己推别人的线 从路坏血也非常凶 是 这场可能RNG给小虎的任务也非常的明确 你得锁住中单英币哥 不然让多英币用锐姿去游走起来 去辐射到边路 是RNG无法接受的 其实一开始在bp的时候也算有犹豫吧 妖姬跟发条两个英雄最后选了一个更加主动的妖姬 是的 熊兽先来了 直接贴脸 哦 逼出了补助的闪现 他觉得嘎拉有进化 所以拍嘎拉会比较亏 是的 那这样的话RNG下路刷子就要小心了 因为这个时候狗熊大概率要往上面刷的 令他的f6还没有动 是 但妖姬已经率先突然现在往下路靠了 找了一下狗熊的位置 那狗熊其实也就是第一波节奏 就是自己有闪这一波 没有他的节奏就是对手的回合了 RNG这里盲森先摸眼过来 打出去毛的闪现 这就是盲森这个英雄跟狗熊不同的地方 他有自己的这个自带位移 是的 正好刚刚RNG的线是要推出去了 然后盲森正好上上自己的野怪过来 是 狗熊还在旁边再尝试反蹲一下 那后边这个节奏可能会放缓一些 尤其是蓝色玩RNG这里啊 狗熊在其实用到自己闪现过后 他走5点其实是比较像 第一波有闪的一波用掉过后 自己就会陷入成绩 是的 第一波的话RNG还是比较赚的 毕竟他们少交了一个闪现 是 而且下方因为LNG这里是女警拉克斯这种英雄 所以说你想去 主要是没有闪现的小明区做什么事情 单凭这个2比2的队线是做不太了的 是有点难 因为RNG下方也碰到了核道界的视野 他们下方区的视野做了很多 对 这个时候想来抓的话 基本上没有太好的机会 除非是这个中野往下面辐射的时候 才能去抓没有闪现的小明 否则小明这个闪现就可以 自然等他去转好 算不用说RNG现在下落 还持续的属于这个推线的形式 上路早期阿乐 凭借着手长啊 补刀是领先了不少 有一些压刀 哇下落金克斯吃了一层肚层了 这就一直推荐啊 小薇想找多云币的麻烦 但是狗熊就在旁边 这个爆炸非常的伤害 要闪现补伤害吗 要就在挡 狗熊呢 就是个一级呢 这炸这一下 有的时候这个伤害是特别的高 对 刚刚第一时间打开的时候 多云币是已经把自己闪现交掉 拉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所以小薇这边也是可以 很惊险的思绪逃生 前期狗熊 其实在用到闪现过后 就只能做一些这样的反蹲了 一看这场比赛 其实因为就像同志导一开始讲到的 双方其实控制都没有那么的多啊 尤其是同志导安静这里 所以早期狗熊啊 在用到闪现过后 其实双方的节奏都不会拉得很快 可能人头会很久才能爆发 以及要看双方打野什么时候去解放中路 或者看看哪边有没有时间 先找机会拿过小龙 然后一会先锋的争夺的时候 可能就会舒服一些 是啊 毕竟第一条还是个水龙 前期看看小薇这里啊 跟妖机的联动 于本身选出这一套中野组合 是希望能够在中野对抗上 有更高的伤害 有更多的主动性的 确实中野上面都是有点压刀 是 而且洛夫兰最后也是 把线放在了中间 先往上靠一下 给点压力 以及他站的闪现马上转好 平凡的出现在下落 这段时间红色方安定 因为小薇不在 所以双人组得把兵线往后扯 发现了针眼 但是没法排 毕竟下落线没有进塔 对面双人组是很可能快速过来的 是的 交给了女警和拉克斯 有闪有大的妖机 感觉这波还是以稍微反顿下为主 是前期节奏不会拉得很快 主要就看狗熊有闪的那一两波 现在他的闪现是马上转好 好 那中下正好拥有狗熊的掩护 双推线 这个小龙 现在进来瑞兹有大 但是 女警 很警觉直接走了 哎呦 强行去找嘛 强行去找 交给了手雷压住了这个大招的起身 这边也是给点压力 帮女警吃点肚层 嗯 其实刚才我倒觉得这里 因为中也是一起动的嘛 然后可能率先的去控制条下路的资源比较好 是的 两边的下路都是这种推线型下路 如果没有办法强行找到机会的话 尤其是狗熊没有六级 是吧 刚才如果有六级的话 那可以直接过来去跃他 既然没有六级 控到资源可能更好一些 就这样中路算是亏了半波多的线 然后丢了个蓝buff 但是这个时候回来打小龙肯定是安全的 是 而且同时先锋已经刷新了 那这波小龙我碰下来的话 先锋感觉没那么好争夺呀 就只有在往下靠 还想再来 不这波狗熊是打了小龙到六的 有六级 六级啊 但是妖姬正在徒步往这里走 他那边有个睁眼 一会儿应该可以发现 是的 要动手吗 先打闪线 跟闪线拍出来 已经能炸出来 但是妖姬就在旁边 一个大楼 一屁股先把辅助给做死 后续握有狗熊姐 砍下巴达伯克 凯军还给他回了口血 他没能阵亡 一开始狗熊便斩获双杀 双方一开始下路 都是这种推线组合 所以就是要在下路展开突破 是 这波小虎已经非常敏锐了 中路线推进塔 下路去给保护 但是MG这边也是率先 虽然像双组 可能第一时间到不了战场 但女性先远程给大招 然后靠中野的伤害 硬去把对面双路杀掉了 是 狗熊有的时候 这样跃起来 他是不讲道理的 妖姬虽然说过来 但是妖姬本身 他的保护能力是很一般的 没有什么保护性 更多是打伤害的能力 虽然说小薇也在这个空隙 拿到了下谷前锋 但一开始 实打实的人头 带来的经济领先 是MG更想看到的 没错 脖子波阿乐很危险 对啊血量很残 直接踢到墙上 再挂Q技能 二端Q技能斩杀 应该换不掉 这会也没有选择解放先锋 对 让这个上面对线再持续一会 你再看下路这里 这就是在双方 上下半区资源互换的时候 因为盲僧 他大概有个 三四分钟的时间 就长时间是处于这个上半区的 对这段时间 狗虫在下半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这波 他但放弃了自己的上半野区 在下路帮助女警建立了一些优势吧 对 因为女警感觉也就吃了一个助攻嘛 但毕竟吃了塔皮 而且女警这种英雄 她是不允许自己前期 这种退塔节奏起不来的 没有节奏的话 这个英雄在中期的这段时间 用处会很小 对 尤其中期的这种作战能力 太大折扣了 虽然说有这场 有凯南这种英雄去补一些伤害 小薇来下路 帮助反蹲 这场小薇 还是想通过在下路找捕回来一些 尽量的把下谷先锋去 还是放在下路 同时也能遏制住女警的一些推塔节奏 小薇还在蹲 我感觉 下来的话会被视野都看到 是 而且长时间蹲不到人啊 这个时候 小薇也浪费了一些时间 下谷先锋的时间 已经不到一半了 想中也联动一波 可以给中路吃一下 因为下路线一直被推的话 没有很好的释放时机 尤其是放给中路的话 可能让这有走型的瑞兹也能 稍微被锁一锁 嗯 可以刷一波还不急 还有一点时间 是 那如果是这个时候 不放在中路给妖姬硬吃的话 那很有可能是要放在上路 帮助破塔了 帮助拿医学塔 因为一开始RNG的节奏 有一些亏损的话 那依靠下谷先锋 把医学塔给撞掉 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 RNG可能要先选择换线了 对 金克斯第一时间没有回家 然后格温是往下路靠的 那上路砍他现在很危险 阿乐能不能意识到 感觉来不及了呀 有闪 有闪 小闪线 链子练不到了 有小兵的阻隔 是的 小兵来得很及时 是 那游行的换线带来的是中下 两路门户大开 那LNG自然都应币 以及下路双人组 可以把这个 塔坯给吃一吃 看一下 女姐应该可以拿到这个医学塔了 上路这个时候才放先锋 应该是来不及抢的 而且这波中路 虽然格温回去守的时候 瑞兹应该已经吃掉了两层 是 这就属于被动换线 本身在下路有一些劣势的情况下 并且我就拿出了这个打线组合 像卡尔玛这种 像强行拿出来 依旧没有找到节奏 那就只能这样了 这个时候 LNG吃了我的塔 不让你走了 咱们开车过来 看了一波天雷产 刚刚被盲僧一脚送走 但是盲僧也只能选择卖掉自己 盖子在屏幕的右侧 要吃了狗熊这个大招了 狗熊落地之后 也将刚来动击杀 LNG一波漂亮的在上个组节 打了一波零换三 这波确实如果LNG想要先锋 这一波没有特别亏的话 他只有去保先锋 撞第二头 然后LNG很快洞察到这个想法 所以直接来了一波 很零剩的转线 是啊 就凯南虽然他第一时间 是已经被踢开 但是他大招已经留住了两个人 而且毕竟LNG中路是 多因比啊 他拿到瑞兹这种英雄 他一定对于编路的辐射 是非常到位的 是的 他的瑞兹也是本赛季 五场全胜的一个战绩 是的 这就是咱们赛前聊到了嘛 就关于瑞兹这个英雄双方 一开始就要做争抢 对 你看这里啊 这个撤退的路线 本身也选择的比较的尴尬 而且有只熊手在这边 等了很久了 绿毛刚才也Q住了两个人 两个人刚好处于一个直线上 控制链显然非常好 是 然后这个时候中路的肚层 还有三层 然后下路穿走换来中路 这个我觉得一直到现在为止 红色方RNG 他从拿出这个阵容 到后面的这个战术执行 就跟这个阵容有点偏离了 是吧 因为两边都是打线组合 理论上 那可能双方打野 都需要去助载下路 但是因为LNG前期的下路那波回推线 处理的更好 导致他们把小龙控掉 RNG小微 那想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把下谷前锋 去做前期的这种给你兑换 不能去白亏 对 还是要养AD 对 那最后带来的结果呢 就是狗熊和瑞兹 在整个下半去做了太多事情 是的 随后RNG的一波 月线被动的换线 也令自己的中下 推了更多 RNG前期 ZubinB和Lite的发育 非常良好 没错 再加上现在 熊也是 很肥 你看ZubinB 现在找到一个 反自家野怪的人 受到了几个小的 不过这一波 RNG应该是想要去 多人尝试拔中塔了 因为下路没有人首要 就是大概率 可以把这个塔拔掉的 这是女警的节奏啊 对 这本身 切完之后可以转上 是啊 女警就喜欢这样的节奏 就是大家都别打架 然后大家都分分线 你推塔永远没我推得快 就摸摸塔 对啊 这波转上路 可以给到格温很大的压力 因为下路只有格温 一个日子已经开车了 这别的压力太大了 闪一下Q 我反应很快阿斌 绿毛也是上头啊 很果断 那现在 RNG其他这几个人 还想去做事情吗 芒僧 哎呦 女警黄僧贴脸 再一发精准剧机 直接将其带走了 他在 三人也阻隔住了 RNG下路专人座 是的 刚刚小飞那个位置 好像是踩了个夹子 直接被控住了 但是这一步要机上来 链子空掉了 哇 Light这边直接向上的一个小走位 扭掉了这个链子 不然他自己可能要招闪现 是的 一个轻松的加血术啊 直接保证了自己的存活 现在就能感受到 LNG这个女警的这个推大节奏 一旦起来 就会让红车RNG陷入比较被动 或者说甚至比较焦躁的这种情况 现在很难受 因为熊手上还有一个峡谷先锋 是 而且上路塔的血量也不多了 一会儿可能瑞兹单人 就可以有机会拆掉了 那下桥小龙的时候 中路放先锋给压力 就他们可以选择去 放这个小龙去拔中二塔 或者是放小龙给压力 再争夺这个小龙 现在LNG的选择办法有很多 是 这场比赛 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多云币 对于边路的辐射 它几波开车 都非常的有效果 是 拿到了女警之后 LNG依旧在下路双人组的对抗中 哪怕RNG选出了卡尔玛 LNG依旧拿到优势 现在RNG就只能硬打了 但是硬打就会面临问题 控制不足 你开人有可能会开不到 或者说开的不好 就控制链可能衔接不上 对面一个闪溜了 是 就这一波想对凯南动手 尝试打打闪现吧 毕竟在下一波可能会交战之前 把凯南闪现打出来 可能对于RNG来说是件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只要LNG不犯错 打出他的闪现又弹何容易呢 他好谨慎呀 是啊 好了 好了 这边守护一下自己家的野怪 好了 自己心里门清 只要自己这个下半区是吧 自己在下路做好这个干戴 不出事 队友在上半区就一定有所斩获 就直接把先锋放在上路去提节奏 然后拿经济 盲僧倒是有过绕后 但是我觉得还是没机会 这波感觉不好打 因为乐布兰没踢 但凯南有踢 如果打坏的话 RNG这边应该是多人的 是啊 两届现在 就把RNG的外塔 现在目前已经推掉了四座 不然是有机会拔一波中塔 因为第一时间RNG回房 没有很及时啊 但他们选择是去拿小龙 先去做视野 感觉还是拿不了 因为刚才在整个上半区 因为LNG做了太多视野了 如果RNG刚才太急于去抱团推中的话 凯南有很好的TP 确实 你看到线上都有很多TP 对 所以现在RNG开始止损 开始想动一动这个小龙 但是LNG又怎么会给你机会呢 他可以过来先去新上海 包括尊致这个时候也已经很肉了 凯南先看着地球呢 给一些视觉上的压迫啊 阿勒的位置并不是很好 这个大招开的效果一般般 但是还是把侧翼的腰肌给颠倒了 标击并不在正面 所以格勒也保护不到他 瑞兹捷开车一个人到了后排 遭一个闪现蓝进流 但是碰住拉宾 那肉身之流人啊 同时嘎拉也被狗熊盯防上了 这一场比赛 他但真的是跟嘎拉干场了 每次就找他 最后拥进一个超远距离的暴击293 也将嘎拉给带走 这一场由LNG打了个漂亮的灵换舞 是的 这一波第一时间 阿勒的选择感觉非常正确 他是直接向前去吸引这边 注意力来打他 然后开了个大招 在那边隔绝着LNG 没有办法来正面接团 拿下小龙之后 剩下的战斗力 就可以往前去压位置 是 再加上最后 多云币的一个非常惊险的车 就只有自己没人敢上 肉身流人啊 对 自己上去 然后交了一个闪现 往后留住了人 我们再看这里 RNG这套阵容 就突出一个没控制 谁都打不了先手 是的 然后只能小微的盲僧 就打先手 但是太难了呀 而妖姬刚才在侧翼 也吸到了凯南的高速伤害 所以我们看独蜜这里 他这个车 连他弹都没敢上 他再也直接扭出去了 他再都没敢上 那正常肯定 他然还是要上一下的 对吧 但是因为太过凶险 不过确实这个位置 他如果上来会有风险 毕竟金克斯那个夹子位置 放的还不错 是的 有可能被夹住的 那这两波打过后 我们看海洋纪 三条小龙在手 同时经济领先 已经到了这个 7000块钱 8000块钱 而且上波凯南 还是没有交自己的闪现进场 就在只能 现在只能抓鞭了 对 想找阿乐 阿乐 哎呦 这个伤害是真的很高 狗熊过来 成功前来救驾 忙碎脚 地球没能挂到阿乐 那就没办法了 责温到场上 强行去换 能不能追得上 总算是将其剪死 交接 魔影民从二段回去 但是绿毛 闪现挂了个一技能 将其带走 哇 Light追着阿斌在跑 现在没有技能的格温 没有还手之力 当这个游戏 AB已经开始追上单了 不对劲 那就非常不对劲了 现在女警装备 太豪华了呀 是啊 这两件套 加一个 就差一点点合成费的装备 还有一个攻速鞋 但格温现在为止 装备 快也还不够好吧 是 甚至安迪几个人 还没有复活 LNG直接轻松地动起 这个大龙 这个大龙理论上 对于红色帮 RNG来讲 是丝毫争夺不了的 没什么机会 毛森感觉来不及 金克斯也没有大招 是的 拉克斯大招 CG贼快 就用来打大龙了 轻松打掉 那经济领先 基本上一万了 这已经是 对于RNG来讲 没什么办法 只能去招招边 对 但是阿特车里 应对得也好 装备也好 就这一波感觉 第一时间 LNG应该是 没有再想对下路动手 他们是 野斧应该往上面走 再扭头了 是 然后阿乐自己 突然往上去之后 发现对面有个打野 然后及时回头 他自己也是 拖了很长的时间 尤其那一波 一躲掉了 毛森的Q 导致他 拖延到了自己 队友来到正面 镜头一转 还是在相同的位置 小虎也被留到 被蓝城减速 拉克斯这个大招 有真架声一起倒 来的 6-0的开局 闭回家 有TP的 是啊 一会应该要保兵线 兵线过来的一瞬间 终于币也过来 阿赞 稍微开个Q 技能就已经可以 逼住RNG所有人的位置 你已经装备太好了 22分钟 已经三件套还多了 现在阿赞跟阿乐 这两个人 在走在前面 包括终于币 RNG完全上不了 没团空 你怎么办 他只能由阿滨开的 结界弹 结界消失的一瞬间 可能就是蓝色方的 进攻回合了 想开都没有很好开 毕竟也没有稳定的先手 是啊 终于币 EW连控住 芒僧 但也没有效果 只要慢慢的 耗在这里即可 翻前的几个技能 就已经被 把嘎拉给打残 嘎拉狂风向后 拉出一下 芒僧一脚没能 串起的唐浦路 凯兰 专注看起到的 第一心 还是被秒的中央 打破上野的一划一 宗明毕 末日寒冬顶前面 他太肉了 根本就打不动他 常行开车 奔割战场 把嘎拉逼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位置 嘎拉已经回不了家了 在屏幕的左侧 要跟对手做缠斗 但是两座梅亚塔已经 一次倒在了地上 那我们要恭喜LNG 这场面对RNG BO3低盘 轻松的将比赛带走 1比0领先RNG 恭喜LNG 这场在第一波 在对下路的进攻失败的时候 又在等到中单6级之后 对下路再次